那还有人呢,还抱你,这文化大厦全不随后了 这里边人呐出不来了,消防队靠不进钱去,这人还得窗边站在楼上 看这些人呐出不来了,这人呐出不来了,看这些人呐出不来了,看看 这人呐出不来了,这人呐出不来了,这上班得了 哎呀,这这车上的真惨啊 你看这车,你看那个房子全部砸坏了,看到没有 这车都完蛋了 这还着着呢,这大火,整个这个楼都塌了 哎呀妈,得看这玻璃全碎 我先走,别跟这儿聚集了,我先走,走 有人呐,有人呐 还进不去,管家 对,还进不去,好多全啊,都跑出来没有 出来了一个,这儿赶上红了那儿人,全有人 全出来了人,人啊 全出来了 哎呀 高阶这有一个 现在就是把现场的围观人都给清回来了 我的妈呀又炸了 快,已经拉警戒线了 对面玻璃还炸了 中国社交媒体上传出多个视频显示 北京两会刚闭幕,近郊廊坊剧烈爆炸,整栋楼炸毁 3月13日早8点左右,正值上班高峰 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文化大厦路口发生剧烈爆炸 一栋楼被炸毁,目击者,整栋楼几乎被炸没了 疑似天然气泄漏引发爆炸 楼边许多轿车被炸毁 多处燃起熊熊大火,浓烟滚滚 周边至少有两三栋房屋受损 附近建筑的窗户都被炸碎 已知有许多伤者送往医院,恐死伤惨重 13日,网传视频显示 早上,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文化大厦路口 突然发生爆炸 爆炸声与火光同时出现 随即烟尘随着建筑物炸裂而扑向四方 形成小型蘑菇云 现场犹如战争过后 一片狼藉,眼如废墟 拍摄者说 你看这车,这房子全部炸坏了 都完蛋了 视频中其他人说 哎呀我的马呀,看看吧 视频中还有爆炸声 另一拍摄者说 这孩子这呢,这大火 整个这个楼都塌了 这玻璃全碎 还有在该大厦附近的市民发视频透露 自家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玻璃都找不见了 一位目击者说 早上八十许发生爆炸 爆炸地点为位于燕郊迎宾路的一处建筑 附近楼房玻璃被震碎 十几家电军受到影响 该目击者说 自家饭店楼顶被震掉 当时屋子里还有一名顾客在用餐 我们俩一起跑了下来 燕郊镇迎宾路一名商户说 当时在店里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出门就看到旁边一栋楼着火 整栋楼几乎被炸没了 附近道路上有很多机动车 车辆都受波及 迎宾路另一商户说 自家店铺的玻璃和天花板都被震碎或掉落 店铺所在的楼洞整体也受损严重 周边居民林先生表示 发生地点距离其房屋200米左右 一声巨响 家中窗户玻璃被震碎了 澎湃新闻报道 事发现场一商铺老板怀先生说 爆炸楼房是一幢四层建筑 有个招待所 怀先生说 当时他听到一声巨响 接着自家店铺顶部就塌了下来 他与一名食客赶紧跑出去 索性两人都没受伤 怀先生说 见到路上很多车辆受损 之后现场被封锁了 当地知情网民透露 早上差几分钟八点 一声巨响 楼都在颤抖 后来得到消息是 对面楼发生爆炸 几层楼炸成灰烬 只留下几根柱子 路上的车也都遭殃了 这个位置是很多孩子的上学必经之路 还好爆炸时间 大部分孩子已经到了学校 原因目前不明 据邻居说 早上送孩子路过 就闻到很大的雨气 网民留言说 房子好像一瞬间塌了 这么严重的爆炸 希望受伤人数越少越好吧 好恐怖 好像恐怖袭击 有汽车行驶仪 拍摄到爆炸瞬间的惊悚画面 视频中 许多汽车正在道路上行驶 突然右边路口处 一栋建筑物发生爆炸 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从大楼中喷射出强烈的火光 整栋大楼瞬间崩塌 地面上尘土飞扬 巨大的烟尘蘑菇云腾空而起 由目击者拍摄视频 发生爆炸的路段现场一片狼藉 一栋四层大楼 只剩下框架 旁边多栋楼房受损严重 路上的多辆汽车也被炸毁 地上满是建筑物残渣尘土 多处还有大火在燃烧 黑烟滚滚 许多市民在现场围观 目击者说 燕郊爆炸时 刚好是上学和上班时间 附近车上人员汽车逃离 一女子被高空飘下 巨大铁片砸倒 目击者说 你看这车 房子全被炸坏了 看到没有都完蛋了 廊房爆炸目击者 似曾招待所炸没了 亲历者听到两次巨响 整栋楼几乎炸没了 周边亲历者 一声巨响后 房顶发生坍塌 现场听到两次爆炸 路面多辆汽车变形 亲历者 炸了 一个楼炸没了 高层的玻璃都炸碎了 我在饭店 在乌营业呢 然后就炸了一声 我饭店的顶子都塌了 一声巨响炸掉了 一位男市民 也在现场拍摄视频 他说 这还这这呢 这大火 整栋楼都塌了 画面显示 临近的居民楼 也受到爆炸冲击 男子说 你看这玻璃 全碎 爆炸现场附近的一位女居民 在家中拍摄视频 他家里阳台的窗户 被爆炸的冲击波 震掉几大块 窗框都炸变形了 网友纷纷惊呼 好吓人啊 这威力太吓人了吧 愿平安 要是有人的话 全死了就 刚刚群里还讨论呢 现场可严重了 热搜好像被人压了下去 这些天灾难不断 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 爆炸发生后 燕郊一家医院对外界称 已有多名伤者送院救治 伤势轻的和重的都有 目前官方尚未对爆炸事件发出通报 伤亡情况不明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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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